要去高雄找Paul 那現在我們在新店 電量是95% 目前來預估可以跑的里程是534公里 我們到目的地啊 現在預估是還會有26% 今天到高雄要跑346公里 Luka現在林志穎的事情發生之後 你開特斯拉會不會有壓力 對 不會 就真的也還好 對 因為其實路上車禍的時間還是蠻多的啊 不會因為說車禍就不開車了 Paul在我的頻道出現過幾次啦 他就是主要是在賣礦卡 然後對加密貨幣的認知啊 是比較深的 那這則影片是會關於 加密貨幣或者是礦機 跟投資比較有關係的 如果你不喜歡這些東西 你可以在現在跳出這則影片 現在大概到台中 目前是10點半 預估的電量變多了 到的時候會有30% 可是因為我們想尿尿 所以要找一個地方就順便充電 不然回來的時候還是要充電 我覺得比較好的地方 我剛才稍微看了一下 就到嘉義這邊充吧 我把導航設在這裡 那目前啊 講真的真的很省電啊 還有390公里 那電量的部分啊 有69% 新生 到嘉義的太保 我們要準備下交流道 電池啊已經在加熱 他現在入口正在整修 然後我們要從另外一邊進去 這邊的充電裝真的超級多 給大家看一下 非常多 入口現在改在這邊了 之前是在那邊 現在11點28分 目前54% 我們來到嘉義準備上廁所 在充電的時候問一下洛卡 洛卡 你買了多少加密貨幣 你總共投資過多少 你說包含所有的 所有的加密貨幣 包含像什麼圖啊 什麼有的沒的 對對對 你大約花了多少錢 差不多150以內啦 150左右 那你目前你覺得這些資產剩下多少 剩下哦 可能有三分之一不到 剩不到50萬 所以 其實大家都一樣 你在買加密貨幣的過程中 這段時間有被詐騙過嗎 沒有耶沒有被詐騙過 就是你聽過一些詐騙的案例 你覺得你有做什麼措施 有因為這樣子沒有被詐騙 因為有蠻多連結都怪怪的 那種就絕對不會去點嘛 那是比較正常的 啊還有一些就是可能報酬講的太奇怪的 有時候我們去接到一些商案的時候 人家寫信來的時候 他那個在寫好像就寫得太棒了 然後點進去看就會覺得怪怪的 哦之前最有名的就是那個T T什麼 T-Rex 欸那個叫什麼 T什麼的 我有點忘了 對那個之前有點忘了 等一下 T-set 哦 T-set T-set 那他的報酬好像一個月多少 我只聽說到最高好像給到90 90真的太誇張了 那我自己現在 給自己訂定的標準啦 超過10%以上都是非常危險的 目前比較合理的 我認為是4-5%左右 可是這樣子就有點像回到傳統金融的投資 4-5%感覺就是已經暴利的感覺 對 就是 可是真的是這樣 可是傳統金融 maybe就2% 一% 除非你是投資股票 有一些股息啊 嗯哼 舉一個我的投資非常失敗的地方 就是NFT 蘿卡知道我有一隻狗狗嗎 對 我當初是買11顆以太 那11顆以太那時候以太價格是3000左右 所以那隻狗狗我買了將近快100萬台幣 最近我在看他 因為最近以太是漲到1500 對 他現在好像是大概是7塊左右 所以光這隻狗狗我可能就只剩下30萬 哈哈哈哈 他光是以太的那個價值就已經先砍一半了 對 然後再加上狗狗又砍 所以大概剩 所以光這個投資我就少了70萬 所以跟蘿卡是差不多 可能 我所有投資額大概就只剩30%了 嗯哼 然後我之前又買蠻多CRO的 對 所以其實整個來講是一個很不正確的投資 那待會我們會去找Paul啦 我也想要請教他一下 因為畢竟他在币圈比較久 他對於這個熊市啊 他有什麼看法 然後他怎麼去做币險 如果你現在還想要投資礦機到底合不合適 我們準備要離開了 我們充了大概12分鐘 從54充到72充了18% 我們到Paul這邊呢 目前是52%啦 所以我們要回去也是一樣上個廁所 充一下電就可以回到台北了 你好 歡迎歡迎 今天來到Paul這啦 我還是覺得要提供一些比較正確的資訊給觀眾 因為Paul其實是加密貨幣中比較老手的 我想問一下在熊市的這段時間啊 你在加密貨幣的資產有沒有縮水啊 加密貨幣的資產 在熊市是一定縮水的嘛 尤其是你像我們會有比較 要持幣信仰的人 堅持說幣一定要保持一定的量 不把他全部拋售光的 這個資產在熊市的一定會縮水嘛 那牛市當然就會就會膨脹很多 從過去到現在一直以來的一個慣性的習慣啦 這個我們也習以為常啦 但是 因為我們剛才在車上有討論 像以我們一般在投資的 像我們自己抓啦 以加密貨幣的資產我們都 剩了百分之七十 剩下百分之三十 那Paul你這邊呢 你自己剩下大概百分之多少 大概虧掉多少 看哪一個部分的啦 因為加密貨幣的部分 我們其實可以切兩大塊 一塊是屬於幣的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的資產 我們是看礦機的部分 那如果是以單純幣的話 我想大概 大概大家如果沒有做適當的避險 或是對沖的話 應該都是剩25% 30%左右 算正常啦 像Capital這張信用卡 我跟老爸我們大家都是腰斬在腰斬嘛 對對對 沒錯 這個都是這樣子 但是礦機的話 就到不至於這麼的 這麼的慘 因為礦機它是會持續的生產 生產持續的回本的 即使是前陣子 像以太 它跌到破一千美金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礦機 其實大部分還是都挖的回電費 收益變得比較少而已 也不至於到虧本的情況啦 尤其是我們如果 早在去年之前就 就加入挖礦的行列的 礦機其實在今年大概都已經回本 可是回本的定義是要你有換回法幣 或者換回USDT 如果我們當初是手握著椅 它一直到現在 是不是就變得好像 你回本回的可能會比較少 或者是甚至於還沒有回本 是有風險的 但是這個部分的風險 是會低於你直接去購買 這個加密貨幣的風險 還來得低一點的啦 對 然後還有一點 想要請教Paul的就是說 其實我的朋友啦 最近有一些都被詐騙 那詐騙的方式有很多嘛 比如說像是GameFi的遊戲 或者是一些什麼 資金盤的 或者是點了不明的什麼東西 錢包就被倒走了 對 那你對於這一塊 你有什麼建議給剛進入加密貨幣 要注意什麼 我覺得 詐騙的手法層出不窮 我們幾乎是防不勝防 但是大部分的手法都是類似 我們都可以從前人的一些上當的經驗 來獲取教訓嘛 那譬如說像一些奇怪的連結 我們當然就盡量不要去點 尤其是你不認識的連結 你點了之後會要求你輸入贓密的 這個大概百分之九十幾就是 要就是算類似像釣魚方面的釣魚網站 要騙取你的贓密嘛 那還有一些連結是點了 點擊進去之後 會要求你下載東西或是什麼的 那這個就是大概百分之八九十 應該算是百分之百了啦 應該也都是重目碼到你的手機之類的東西 手機也會被重目碼 會 尤其是安卓 蘋果的蘋果的還稍微有難度一點 蘋果的它要目碼要進來 還要經過你的認證 那安卓的是直接就安裝起來就啟動了 可是這樣所以來講說 其實你有加密貨幣的資產 用蘋果系統的會稍微比較安全 稍微比較安全 但也不是絕對啦 但是安全性會提高滿多的啦 對 因為蘋果在APP的部分 就沒有比較像安卓那麼開放嘛 你不是隨便開發者 隨便學幾行程式 丟上來我們使用者一點 就可以安裝嘛 安卓是比較開放的 就是最好第一個可能就是不要亂點 那當然如果你是蘋果 用Mac或iPhone 可能會比較安全 多一層保障一點而已 然後最近其實幣圈有比較大條的事情 就像Luna 或是那個交易所 CE那什麼 Sales 對 它沒辦法提 那你覺得對於新手來講 怎麼預防這些事情 還是根本沒辦法防 這個其實我覺得就是 高風險高報酬 第一 它要吸引你這個資金進來的時候 像Luna它一開始就非常高的這個 這個年化利率的利率 20% 對 吸引資金進來嘛 那當然 這個就有一點像龐式騙局 龐式的這個架構一樣 我們不要說 還沒報之前 我們不能稱它為騙局嘛 對 那報了之後 我們當然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龐式騙局 對 那 當然就是 你要進入這個項目之前 你首先一定要對它有足夠的了解 對 然後你 而且你要知道 它這個資金 它要付你20%的利率 憑什麼 從哪裡來 對不對 那其實在它報之前很多 其實像很多YouTuber 他們也都上網 也都有講過 都有懷疑這個資金 是否能夠繼續撐得下去 對 其實在這之前 就已經發生過一些 警訊可以參考 但是老實說啦 這個豐厚的利益的誘惑 連我都差一點 把錢放進去 只是那個 它報之前我還一直在評估 一直在評估 後來我還是沒有下手 對 對 所以其實你要非常注意 比如說高報酬的東西 對 那他有覺得 比較一年的利率多少 是比較合乎正常的 其實這個沒有一定說 利率多少是一定正常 但是一般來講 我們如果經驗來講 大概 年化利率超過12、15以上 通常就會有危險 因為 你要去參考它的放貸 因為它 怎麼講 它要給你利息 它一定要有收入 對 那它的收入來源 大部分這些都是它的資金放貸 對 的來源嘛 我們要去參考它放貸的收入 足不足以支撐 給你的這個利息 那一般放貸的利率啊 大概都不會超過15%以上 因為你要借錢 利息太高 你也不想借啊 對 你也不可能去借20%幾%的這個資金來利用 那當然 有這種心態之後 你就會想說 那它超過20%或15%以上的 就會沒有生意 沒有人去借錢 怎麼可能支付得起這麼多人 錢放在裡面 當然就是抓最後一隻老鼠啦 對 所以大家要注意啦 其實像之前網路上滿有名的 T-SET的一個資金牌 它月 好像一個月的報酬率 就到8、9、10 其實那個真的是 風險非常高 非常高 那這邊Paul的建議就是說 你要注意喔 如果年化報酬啊 超過maybe10以上 就要特別注意 10以上的風險 你覺得就是有風險的 對 就是要特別注意 那現在其實是在熊市嘛 那 目前來講 當然你投資是加密貨幣的方式 當然有第一個買幣 第二個是買礦機 對 那Paul的建議是現在適合買幣 還是適合買礦機啊 我覺得這個要看個人的資金來源 還有投資的策略 適合買幣的人 跟買礦機的 都是加密貨幣圈的 有一個很大的共通點 我們覺得這一筆資金 第一一定要是賢錢 對 不要是借貸來的 對 即使是在牛市啦 借貸來的我們就都不建議啊 對 有時候客戶來討論礦機 來要買礦機 還沒買的時候 我們就會 先稍微詢問一下 你這個投資的策略是如何 有的會是說 我把房子拿去貸款了什麼的 那我們就會跟他講說 你這個要小心 我們不建議你這麼做 對 因為你這個把房子all in下去 那賺就好啊 因為 那萬一套在裡面 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這是真的 那很悲慘 所以我們會從這個資金的方面來區分 那如果你這一筆錢是閒錢 那接下來就是看你個人 對這個這個項目的 抗風險能力 對 那你如果有辦法盯著盤的 對 你才去 比如說用 買幣的方式 跑比較短線的 對 那沒有辦法的 那其實你就要挑比較穩定的 大的幣去放中長期的 買礦機現在的年化的報酬率 大約是多少 大約是在5到10%以下 這這麼低嗎 年化報酬 年 我指的是多久回本 礦機 如果花100萬 大概一年 以現在的 今天幣價大概是1500以太嘛 到1600 大約是多久可以回本 不好意思我剛剛講5到10%是 越 越報酬啦 不是年化 對 所以大概你現在都要2年多到3年回本 現在比較好的大概還有將近12個月14個月回本的幾種 還有 因為幣價跌 礦機也會跟著跌 對 那只是有一些高階的顯卡它跌不下來 那我們就不要去挑那些 對 有一些 比如說礦卡或礦機 它現在價格競爭力也相當夠 對 其實也 幣價跌 它這個 礦機的價格也跟著跌 因為現在 買礦機有一個尷尬的點 如果 因為大部分買顯卡或是 或是礦機的 第一個我們現在主要會去挖以太嘛 對 那以太現在面臨的一個要 要合併 要2.0的一個消息 對 那 最新的消息是9月19 有可能會合併 合併之後 不會馬上結束 合併之後可能會 POW跟PoS 並行一段期間 對 但是這個對買礦機的人 這個時候的 入手的時機點來講 我就覺得有點尷尬 為什麼呢 因為 你要冒著以太隨時可能 半年後或是多久不能挖的這個風險 對 那當然以太POW結束 對以太幣這個幣值本身來講 短線內我們是看利多的 對 那但是 中長期還是要看以太團隊他們的經營的方向 怎麼嘛 但是礦工很現實的 我每 我礦機買的是一個成本 我每個月要繳電費 對不對 我這半個月的幣能不能全部囤下來 假使以太只能挖半年 我這半年的電費能不能撐得過來 對 那如果撐不過來有些礦工 他是必須要每個月去賣幣換電費的 對 那其實這種就不是非常建議這個時候投入了 因為你這樣子剩下來的幣會少之又少 那加上你的礦機又會套在這個裡面 到時候這個 假設是半年後啦 我們現在不曉得 對 假設是半年後結束了這個以太的POW的這個遊戲 那第一 你的礦機的產值會降低的非常多 那第二 你手上的幣又因為繳電費了 剩下的也不多 對 即使暴漲 你獲得的利益也相對的不夠多了 所以這個風險就會變得比較大 那反過來 你如果是能拿得住幣的 那倒還好 你還有機會去賭這一把最後的以太的這個部分 所以比較尷尬 就是現在即使你要投資礦機 你還是要關心以太後世的發展 那Paul剛才講到的POW跟POS 現在的觀點其實很亂 因為我自己的想法是一旦變成POS 這些原本的礦工機它的量體是非常大的 它可能就不會自然持有以太 那可是加密會不會有一點是那種 共視覺的感覺 就是一旦持有人沒有這麼多的時候 會不會反效果造成以太的幣價 其實不一定會往上走 到時候以太會失去最全POW的礦工之後 它的共識會下降 那可能 我們這些礦工的算力 會去把另外一個幣 給弓起來 對 那到時候是不是會有另外一個幣 有機會來超越以太 對我的想法 對 這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對那一旦它的應用面 不夠廣的時候 當時有人變少 或許它不會像一些人講的 可能以太之後會暴漲 會不會有這種可能發生 所以我們看待以太2.0升級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目前只敢大概大膽的猜測 它在短線上是看多的 比較有利的 長期還是要看整個市場 跟以太它的經營的方向 至於會不會有一個陳曉金的幣出來 這也很難講 那最後問一下Paul 就是說 你比較看好 就是以太的下一個POW的幣 會是哪一個 除了以太之外 對 就是講幾個也沒有關係 目前就像有人挖以太經典 有人挖烏鴉 有人挖二格 其實以目前來講 以太這麼龐大的算力 我們估算過 它幾乎是以太經典的上百倍 甚至於將近千倍的算力 它整個礦工 我們把算力通通移到其中 一兩種幣來講 所有的幣都要爆掉 爆掉 爆掉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 我們假設以太經典來講好了 我現在以太經典 每個礦工每天的收益是100塊好了 對 那我的算力忽然間 從以太幣通通湧過來 增加了10倍 那很明顯我的產出是固定啊 那我這100塊就要被稀釋成10倍啊 可是幣價也有可能會上去對不對 就是一旦大家手上都有 但是幣價要上去 恐怕不一定有那麼容易啊 對不對 幣價要上去必須要有新的資金進場支撐嘛 換工都是要去賣幣的比較多 懂 你新湧進來 除非有新的應用 新的話題出現 或是新的東西出來 這一大群的算力 易善到其他的幣種來講 是非常可怕的一個現象啦 所以真的風險也是有 就是一旦以太不能挖 有新的幣出來算大家轉去 可是一下子要回本一定都還是有一個陣痛期 對 所以目前來講POW最穩的還是回歸到最老大哥龍頭比特幣上面 它是一直以來 它永遠也不會改變的遊戲規則 POW到底了 那可是顯示卡可以挖比特幣嗎 沒有辦法 你挖不出什麼東西來 它算力的懸殊已經太大了 然後我自己很好奇一點就是 比特幣算法是建立在礦機上面嘛 那一旦全世界所有的礦機都關機的時候會怎麼樣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發生的話 比特幣的這個區塊鏈會停止運作 因為所有的礦機都關機了嘛 那這錢就不見了 對 如果真的有那一天的話 可是 錢是不會不見 你就會變成你沒有辦法交易 對 你沒有辦法記帳 可是是有可能的啊 如果萬一礦工發現比特幣挖不回成本的時候 礦工會陸續關機 對 比如說陸續關機 關關關到最後 可是你關到一個程度之後就 剩下的礦工就回得了本啊 其實這種情況會有自然的市場氣質在 對 可是比特幣的算法不是也是在減半減半減半 它的產量一直在減半 所以這個會迫使它 一直漲價 一直漲一直漲 所以這是很恐怖 所以為什麼大家一直講說要買比特幣 所以幣圈 其實幣圈的一個週期很大一部分原因 是跟著比特幣走的 對 每四年減半一次 你看幣圈的牛熊的大週期 都是大概在四年左右 對 那我最近自己的小策略啦 其實我自己最近都不敢隨便用交易說 目前就只用FTS跟幣安 然後主要也是買一些比特幣跟愛達幣這比較多 那其他其實我最近也很保守 觀眾啊對於礦機有興趣的 真的可以來找Paul 然後我可以把Paul的連結放在底下 那之前我們也拍過幾支影片啦 基本上其實Paul很熱心啦 就是幫我服務我的機器還有一些粉絲 我覺得評價都不錯 我們下次見 掰掰